廉署高調拘捕了新鴻基國士兄弟 再陪肥龍進去 說明是拘捕 而且據聞是有人 當高官時 涉嫌提供大量土地資料 密密搵食 內幕越爆越令人害怕 原來肥龍被指 當政務司司長時 涉嫌提供政府內部機密 去收受利益 為何肥龍出事 這就是今次豬狼大戰 雖然戰爭結束留下的後遺症 若是唐英年勝選 報態不但廉署的快腦會不了了之 而且一定抱得住我們許氏仁 一直不會曝光 因為據聞今次是郭炳商 郭大哥親自向廉署報案 報案後幾年遲遲沒有行動 涉嫌報態攬著自己的心腹 肥龍 於是郭大哥調戲不順 轉而投靠梁振英 在勝選後 由梁振英涉嫌將這件冤情 當面向報態講訴 叫他快些工作 曾蔭權左想右想 於是唯有對不起兄弟也要做一次 這一次也是豬狼大戰的後遺症 為甚麼 因為豬狼大戰是一場死傷慘烈的 香港建制派內部的核戰爭 爆了幾個核彈出來 當然是留下的 全中環都是輻射 有輻射就算在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都會留下很多 這些輻射污染的下一代 下一代就是這件事 生出來很畸形 以及有無窮後遺症 就是累到我們肥龍 所以說 今次 商界紛紛不是爭著跳船 唐營要鞏固票數的話 郭氏兄弟和肥龍 到現在都是韌韌腳 包補你無事 所以說 今次一千二百人 小圈子投票 有那麼多人跳船 不是說香港被你累死 連大財團 都被你搞到沒口好吃 日後有很多核輻射的政治首尾